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外界熟知的角色是在英国知名谍报电影007 饰演第一代007情报员詹姆士庞德 总共演出了六部正式007系列电影 每部票房都相当亮眼 史恩康纳莱让007情报员风靡全球 他也几乎成为庞德的代言人 不过他不满足于只演出一个在女人队打滚耍帅的情报员 在演出六部007之后直演 除了演艺生涯外 史恩康纳莱还是致力于苏格兰独立运动中的钟左翼 他生前曾说 相信有生之年苏格兰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今年8月 史恩康纳莱才刚欢庆90岁大首 如今等不到苏格兰独立就去世让人不胜唏嘘 那就让我们就这些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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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m The film didn't count up to my expectations 这部电影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The film didn't count up to my expectations 第二个单字 生涯 生涯 career he wasn't interested in her state career 他对他的演戏职业不感兴趣 he wasn't interested in her state career 第三个单字 代言 endorse 代言 endorse endorse we could get her to endorse our product 我们可以请她替我们的产品代言 we could get her to endorse our product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电影 film 电影 film 第二个单字 生涯 career 生涯 career 第三个单字 代言 endorse 代言 endorse 今天的新闻英文就到这边结束咯 你们都学会了吗 别忘了 下次再和我们一起 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